老杨到处说 我们星期六的中午12点到1点 也就是5月15号 中午的北京时间1点 12点到1点 我们做一次直播互动 那么欢迎大家积极参与 我们不见不散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的节目是可以的话 欢迎多订阅多点赞 多踊跃花园 谢谢大家 好 我们的读报时间又来了 读报时间先谈一下BBC 他把国际记者联盟报告 做了整版的一个介绍 这个介绍就是说 北京在捆绑疫苗外交 重塑世界媒体的格局 到了过去一年中 美国等西方国家批评中国 在2019年的冠病病毒疫情下 试图操控国际舆论 那么这个问题 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报告说 北京其实已经建立了 一个行之有效的国际媒体宣传体系 那么他试图把它是怎么样运作了 做一个介绍和调查 这是三名澳洲的学者 对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新闻工作者做调查采访 但证言显示 中国花了大力气 花了大价钱 建立了一整套国际媒体基础布局 在全球抗击疫情期间投入了使用 而且还有成效 就把这些外宣工作和疫苗外交捆绑到了一带一路 倡议的投资项目中 而确保受惠国的联合国会议等国际场合支持中国 赞美中国 当然外交部认为这是美国 在污蔑中国以来的做法 中国这是赤裸裸的舆论或者话语霸权 那么好了 这里面针对中国的新冠疫情下面的对外宣传的策略 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报告 这是在昨天他发表了这么一个东西 脱下中国全球策略的面纱 一年前他的报告这叫中国故事 重塑世界媒体 他还在顶顶的中国不放 调查结果显示 百分之五十六的受调查的国家和地区 反映他们的对中国的报道 即疫情爆发以来转趋正面 只有百分之二十四呢 转趋负面 剩下百分之二十没有改变 受访者有三分之二的表示 他供职的媒体机构和中国单位 签署了有被谅解备忘录 少数受访者组织他的机构 跟中国定了媒体合作的MOU的谈判 那么因为这个旅行了这么一个禁令停滞 那么中国呢 就是说利用他的环球媒体的基建 那么做了各个国家全国性的媒体 散播对中国的正面的什么样的论述 这里面他指出啊 中国持续对外输出文化产品 配合呢 宣布虚假信息等硬实力的工具 来影响世界舆论格局 那么中国的有关报道呢 分了三类 第一呢 中国迅速行动对抗新冠疫情 以及他的医疗外交 为他其他国家带来了帮助 第二中国的疫情爆发初期封锁消息 是导致全球大爆发的原因 而其他三类就是 受住国中间有63% 认为他们的主流对华报道 属于第一类 辅于受住国家60% 对华报道属于第二类 越来越多的中国内容 走进了各个国家 各个地方的生态 新闻生态系统 经常也出现中国国营企业 国家行为者的这么一个踪影 在新媒体上 那这里面呢 中国的反应是怎么样呢 当然呢 华春莹昨天已经表态了 世界是多元丰富的 所有的记者呢 林慕年 负责这个报告的起草者说 同意说是多元的声音 但是中国有别的 其他国家的地方是 他坚持只能讲一种故事 试图禁绝其他声音 所以呢 他就讲了西方媒体 有一个软肋 就是财政困难 但中国有钱 中国提供了免费的官方内容 显得如九汉逢甘露 被用于填充报道的空缺 好了 其他组织和媒体 对中文疫情外宣 有什么观察呢 这里面包括 美国的华虎的智库 詹姆斯敦基金会 那么他有一个说法 就是新华社 渗透西方电子媒体 社论式的广告 在纽约时报 华中文的邮报 华尔街日报 等美国大报 直录的中方的观点 这是一个BBC 他认为呢 中国是如何扭取信息 配合战狼外交的策略 他发表了一个广播纪录片 澳洲也有一个学者认为 只要能提供足够的替代的信息 受众比较难受到 中国政治宣传的左右 他将警告 现在的西方国家 暴露出来的种子歧视问题 是中国舆论 以及海外统战工作的 可以利用的落点 这叫清华的意识 在中国留学生 澳洲的华人第二代 澳洲华人之间的渗透 那么中国以前对海外宣传是这么说的 当时是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 曾经在出访墨西哥的时候说 中国一不输出革命 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 三不去折腾你们 还有什么好说的 2013年习近平说 要讲好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故事 2020年 《学习时报》文章说 在西墙我落的国际话语体系中 应该通过主动发声的方式 塑造国家形成讲故事 是国际传播最佳的方式 这里面 中国的国际传播 已经从陶光阳晦转上有所作为 在落实习近平讲话的精神等等等等 这是中国妇女报 北京记者在那战场习叙 有这么说法 好了 第二 世界新闻网就讲了 中国环球电视网在欧洲的呼播 外界担心大外宣威胁自由和信仰 英国是撤销了这么一个 环球电视网的播放的牌照 但是呢 法国 德国也禁止了 法国还是恢复了 这个影响了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中国在欧洲的这个布局 也就是呢 CGTN闹了一圈 几乎就无缝接轨 在欧洲播放 因为按照欧盟的有关的协议 申请到一个合法播放 就可以在整个欧洲范围的播放 法国呢 现在被人家质疑是中国宣传的一个基地 当然这里面呢 就有很多说法 比利时也有这个说法 比利时呢 是欧盟的总部 以禁止宣传 威胁自由信仰的原则 没有上架 CGTN的频道 好了 第三 法广 汶川大地震 四三周年 遇难的学生家属 不忘维权 他锁定是维权这个角度 也就是说呢 有将近超过一百名的 都江燕居原中学的遇难学生家属 当天一如既往去聚众悼念 但是也有被警察拦截 很多人聚集在追究豆腐扎工程 导致亲人遇难的责任 有的人因为维权陆续被逮捕了50次 这13年 这个教学大楼有两百多个师生遭到活埋 那个现场我们去过 惨不忍睹 不好说 13年来有人在维权 也就是汶川大地震造成了将近七万多人 也将近八万人死亡 超过七千 七百七十八万间的黄武倒塌 包括汶川 都江燕 北川的众多学校 因为很多学校都在上课 结果很多师生就遗难 好了 路透社 美国把小米移除黑名单 中国外交部署希望美国纠正上一届政府的错误 小米提出申诉以后 说他们跟解放军没什么关系 虽然说有一句小米加步枪 但小米加步枪是口号 跟小米没关系 所以最终也就是把小米移除被黑名单 所以这个事情小米的股价大涨5% 盘中高幅幅6.7% 小米赚到了 华尔街日报谈到关税 导致美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减少 美国加征关税导致了中国进口的急剧下降 也就是美国从中国购买的商品的类型发生重大变化 电信设备 家具 服装 其他商品的购买 转到了其他国家 也就是说 贸易战对美国来讲 应该也是有损失的 那么越南就受益良多 也就是经济数据显示 特朗普斯基所谓的制造回馈毫无声响 美国公司是转向亚洲其他国家寻求供货 那些国家搞不好 都是中资企业去设场设点的 好了 因为时报 面临人口危机的中国会全面开放生育吗 他讲到了中共正在缓慢和渐进的放松 长期以来对生育和女性身体的限制 一些地方默许一对夫妻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 但是公务员不再因此违法被开除 所以承诺要让人口的政策更加包容性 意味着这个政策可能放宽 也有意思说 这次的人口普查发现 去年的出生人数下降到毛泽东时代以来最低的水平 低生育率意味着劳动力的减少和需求的疲乱 会阻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增长 但是还是控制住生育政策 不会全面取消生育的设置 广泛的文化变革过程中 也就是说他认为计划生育的政策战略可能失败 对教育住房医疗保健成本不断上涨的焦虑 如今的社会已经根深蒂固 许多中国人就是喜欢小家庭 政府提升生育力的努力 结果基本上也失败而告终 那么随着中国社会的迅速老龄化变得越来越明显 官方开始重新考虑独生子里政治的生意 但很快被驳回 到了2016年才预计生二胎 但是现在生二胎的人也不多 就是说中国的负责处理计划生意这个体制 编制大概有800万 那么中央党校有一个高级研究员 在2015年估计 就是对违反计划生意的夫妇罚款 每年大概有多少钱呢 在30亿美元到50亿美元之间 那是国家一笔很大的收入 早生的孩子现在不得已而为之 这个事情大家都懂 金融时报的报道了 台湾股市遭遇了50年来最大的跌幅 关键的原因是 投资者对岛内的新冠疫情恶化感到震惊 那么这个事情呢还有一个两岸关系的不确定的形式 台湾是一些全球最大科技企业的所在地 第八 澳洲的SBS谈到华人家长的鸡娃 选择中国网课会水土不湖吗 这里面呢 为什么会接受中国的网络的教程呢 有两点 第一 澳洲的数学教学水平跟想象的不一样 国内的网课在学习数学和思维能力有效的办法 小时候都这么教出来的 第二呢 处以学习中文的考虑 但是网课不是适合所有的孩子 有些孩子根本就坐不住 一对一也不行 而且价格也不便宜 那么中国的网课机构是怎么看海外声援的呢 他们认为出海 第一个解决的海外孩子上个时候遇到了语言和学习难度的困难 就是海外很多教学是比较浅的 但是中国的网课还是比较深的 世界今晚谈到了成都四十九中 那个中学生自杀堕罗的事情 也就是校方疑点重重 当然我们呢 随着这个时间调查的情况来看呢 就是红星新闻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报道 其实呢 把它前言后果都弄清楚 现在大家都搞不清楚 为什么就不把这东西第一时间的公诸以重呢 而就要等到量成大货 几乎要产生明辩的时候呢 你才这么做呢 这个事情也引起大家的想法 日本的经济新闻说 新兴市场国家进一步的离开美元 美元的存在感正在下降 世界整体的外汇储备中 美元计价的资产占比截止2020年底降到59% 连续五年下降 中国俄罗斯和新兴市场在减持美国国债 正在增持黄金和其他货币计价的资产 所以呢 美元的问题啊 看来它的位置也受到挑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了149个国家和地区的外汇储备 发现呢 所有的余儿是12.7万亿美元 美元的有计价资产为7万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4% 美国财政部的统计显示 统计显示 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 到了2020年底 以1.07万亿美元 跟7年前的顶峰时相比减少将近两成 俄罗斯也一样 土耳其巴西也如此 在各国的外汇储备中 美元以外币货币的比率增加 那么有一部分呢 特别是中国已经把一部分从美元改成了日元 人民币在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率正在提高 目前有了超过了2% 包括俄罗斯 那外汇储备新的投资对象 之一就是黄金 而且是俄罗斯的黄金呢 储备比超过了美元 看来这些消息都引起大家的关注 韩年社谈到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 到了韩国访问 那么他其实已经去了日本 那么又到韩国 那么13号今天要访问呢 三八线访问板门店 同时呢要跟文在寅 韩国的国家安保室的市长徐新 来进行会谈交换 朝鲜半岛局势 那这事情看来啊 就今天读报呢 简单归纳一下 第一 中国的大外宣的战略调整 而他的积极的进展 引起了西方国家高度的警觉 一说明呢 这个大外宣重视和推进 第一说明也取得了初步的成效 当然呢 普遍的效果还不是太明显 以目前的资源配置 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第二 贸易战来讲 美国得不偿失 美元减时 对美国的美元地位构成的挑战 已难呈现 第三 中国的人口政策问题 还会有后续的争论和争议 第四 成都的四十九中青年学生堕楼 这个真相逐渐的浮现 百思不得其解 是校方的处理的方式 所谓的洛传播了 就多了一个实证的案例 这个洛传播就是 真实世界中的强势船体 在舆论世界中是弱势群体 他们想要发挥作用 进行船舶 应该跟弱势群体绑在一起 那一起 现在是把一起 本土研发的舆情事件 现在呢 归咎于海外敌度势力的煽动 这个想象力实在是丰富无比 好 这是我们今天读报的内容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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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